我得给大伙介绍一下 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炮兵文工团团长 上校军衔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十一回春晚 头一回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应该是在96年 96年的春晚 那回的时候 我是刚刚走上歌坛 是一个出身牛犊 然后我在老家的时候 在老家参加我们湖南长得市的 一个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时候 已经临春晚 就差那么十几天的时间 突然中央电视台剧组打个电话 也真厉害 打到了我们长得电视台台长办公室 说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陈思思的 我们那个长得台长说 有啊 他正在参加我们台的春晚 后来他说 那我们现在中央电视台春晚 急着需要把这位演员 调到北京来参加央视春晚 那个时候我简直是特别激动 没想到就是 我知道一个小插曲 从长得出来的时候 台里边是敲锣打鼓把他送出来的 真是这样的 这是个荣幸 这是1996年 1996年你上春晚 还有一件大喜事你知道吗 我儿子出生 真的啊 这个说到这儿想问您个问题啊 抛开我出身话题不讲 专程您 就说您这个上春晚上这么多次 您心里头有紧张的情绪吗 特别紧张 真的呀 越早的时候越紧张 但现在就不太紧张了 习惯了 对 习惯了 参加了这么多次的春晚 每年的初期都不能在家陪着家人一起过 家人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 他们我爸跟我妈倒是挺高兴的 尤其是前些年的时候 那就是忙着除了做包饺子 然后准备那个晚饭之外 就是打电话告诉我的亲朋好友 说我们家思思要上春晚了 你们要这第几个节目几点钟 你们要看啊什么的 然后呢 再就是忙着准备录像机 要把我节目录下来 然后每次这个春晚的节目演完之后 就是我的高兴的是 一个就是分享亲朋好友 朋友们发来的短信祝福 还有一个就是回家 听我说 他给我批评我 就给我哪个地方没唱好 哪个地方表现得不好 基本上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非常高兴 思思能够来到有话好好说 新春佳节了 有没有祝福的话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一讲 我爸其实去东北去的不太多 但是我觉得东北人特别热情 而且一到这过年年范的时候呢 这个东北人的这些什么吃的呀 还有那些特别好听的那些话语都特别多 过年的氛围很浓 对对对对 我也希望那个能够通过歌声 还有我的最忠心的祝福 来祝福我们这个 你要您所有的朋友们 这个新年快乐 大祭大利 给你们拜个年 好 谢谢 谢谢 也希望你通过顺利永远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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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